总统蔡英文即将在7月11日展开任内第七次出访 名为自由民主永续之旅 7月11日到13日将过境美国纽约市两晚 7月13日前往加勒比海友邦 第一站抵达海地停留不到24小时 接着转往圣克里斯多福及维尼斯 7月16日抵达圣文森 隔天前往圣路西亚 7月19日离开 回程过境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停留两晚 蔡总统这趟出访过境美国前后共同了4天 相较于过去 访问团过境都必须在24小时内离境 美方升高接待规格 形同准访问行事 我相信是直接验证了当前台美关系 基本上相对良好 在美中关系可能交恶的情况之下 他特别对我们礼遇 一方面是给台湾人民鼓励 另外一方面很可能也是做给北京来看 此外蔡总统是否会前往台湾驻纽约办事处 慰问工作人员 甚至公开与美国政要会面行程 都是这趟出访观察台美关系的重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